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人类制造的垃圾 研究海龟38年的海洋大学教授 程一俊表示 其实在海洋里有许多的海漂垃圾 包括瓶瓶罐罐还有塑胶袋等等 因为海龟没有味蕾 误把垃圾当成水母吃下肚 导致体力不支 最后只能漂流搁浅 而过去搁浅的海龟 几乎有九成肚子里都有吃进垃圾 比例相当惊人 前水客目睹海龟遭到渔网缠住 缠到没了息息 这是今年二月份 南台湾美丽的墾丁海域里 游客全程募集 海龟被渔网勒毙致死的恐怖景象 本是湛南无暇的水底世界 却似乎陌生的 不再是你我记忆中的内附景象 你随手丢垃圾到最后会回到你身边 不相信吗 照着教授所说的话 实际走一趟北海岸附近海域 完全不该出现在沙滩上的废弃物和垃圾 在这里应有尽有 位在一旁的台电桃园大潭厂 服务将近二十年的热机组经理红虫熊 每天望着这一片后天加工海滩 早已习以为常 但没想到这些垃圾 让水底下的海洋生物屡屡屡命 从一九九七年到二零一六年 搁浅海龟总数为三百三十二只 却有高达九成以上的海龟 将近三百只 不管是不幸死亡的 或是幸运存活的海龟 体内竟然都发现大小不一的垃圾 这表示生存在海洋中的海龟 或多或少都把垃圾当食物吃 就在二零一四年一月 一个寒流报道的冬天 台电桃园大潭厂人员 正在进水口处捡食垃圾时 意外发现来了一位很特别的客人 体长九十九公分 体重一百二十公斤 找不到适合容器安置 放哪都很卡 于是叫它卡卡 大约六十岁的绿稀龟卡卡 属于目前全世界能产卵的母龟 仅剩的二十万头之一 在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中 被列为瀕临绝种物种 小海龟存活几率千分之一 生长时间长达五十年才会成熟 因此面对卡卡 救援小组分秒都不敢松懈 绿稀龟属于地球活化时 两三亿年前就已经出现在地球上 经过不断的演进演化 身体具有极强存活机制 保护自我 一旦吃进人类垃圾 塑胶之类物品 胃会产生黏雾 将不结物包住 只是身体保护有限 吃进的垃圾无穷无尽 再好了保护功能都会崩坏 难保海滩永久干净 海水总是湛蓝 担心有这一天吗 如何在人造物品高度使用上 和自然生态保育上取得平衡 卡卡的故事 给了大家沉重的一课 现代人喜欢养猫狗宠物 甚至会把宠物当作家人一般 非常的疼爱 澳洲有一名男子也是如此 但是他的宠物是一条蟒蛇 每天他都跟他的宠物蛇 形影不离 不但外出购物 都要把蛇随身携带陪伴 甚至连洗澡睡觉都要在一块 让旁人看了直呼非常夸张 而把宠物蛇当成人对待的行为 其实违反了蛇的行性 反而有可能会害了他 澳洲这位老兄养一条宠物蟒蛇 一天到晚腻在一起 连洗澡睡觉都不分开 即使到公园散步玩荡秋千也都形影不离 有时还忘了宠物是蛇不是狗 外出逛街购物当然一样蛇不离声 虽然引人侧目 男子还是自得其乐 开车满素食 也不忘要给宠物蟒蛇买个冰淇淋解渴 男子在家吃牛排大餐 也不忘给宠物准备一份 男子真的把宠物蟒蛇当作最亲爱的家人 影片在网络疯传已经超过700万人次点阅 人蛇这么亲密 不少网友看的直呼真的很夸张 也引发两极反应 有人认为男子把宠物蛇当人看待 吸引不离 其实违反了蛇的习性 爱之反而害之 有虐待动物之前 已经向澳洲动物保护机关检举 希望男子爱蛇就应该也放还给他自由 养正品编译 您听过蜘蛛也会像孔雀一样 为了球偶孔雀开平吗 在澳洲就有这样的特有种孔雀蜘蛛 熊蜘蛛的腹部上有美丽的花纹 而且每一只个体颜色纹路都不相同 球偶的时候甚至还有SOP 抬腿 举臀 接着左右摇摆 就像是在跳舞一样 但是也因为舞步看上去有一点笨拙 有网友大搞Cuso 把孔雀蜘蛛变成了光剑蜘蛛 或者是边求偶边咬铃骨 遇到心仪对象就会勾举美丽翘臀 孔雀开平不稀奇 因为蜘蛛买通 步步上像孔雀羽毛般的花纹 每只都不同 有的乍看之下还像人脸 孔雀蜘蛛是澳洲中部特有种 最大个底只有一公分 而美丽外衣熊蜘蛛独有 你拥有很漂亮的外表 然后你还可以躲避天敌 就代表你这只雄性可能是很强壮 雌性它们为了要产卵 所以如果它们太漂亮的话 可能会被天敌所吃掉 花花公子熊蜘蛛 照办有SOP第一步抬腿先say high 再慢慢鲜艳开平扭屁股 最后左右左右大跳机械舞 颠覆蜘蛛形象 网友哭手光剑蜘蛛 或是孔雀蜘蛛摇链骨 笨拙之地语言只求青睐 但如果雌蜘蛛看不上眼 熊蜘蛛最好脚底抹油筋酸 跑得慢可能会被雌蜘蛛 以补充能量为油 一口吃下肚 不成功变成人 奇特生物习性 让人叹为观智 记者持续经过台报道 一般人对蜘蛛大度没有什么好印象 但是有一种蜘蛛 被称为是昆虫界最伟大的母亲 它是名为条文穷猪的蜘蛛 为了让刚出生的孩子 可以平安存活 快快长大 母蜘蛛在产染之后 就会开始自行分解体内器官 以反除的方式 把这些养分统统给小孩 自行分解到最后筋疲力尽 妈妈的身体也会被小蜘蛛蚕食 看起来残忍的抚育方式 却是他们的生存之道 你对蜘蛛的印象是什么 它有蜘蛛啊 毛茸茸的很可怕 脚很大很多啊 请拖鞋来帮忙 会有一点害怕 但是在女生面前不能表现的害怕 说到蜘蛛几乎富贫如潮 但你恐怕很难相信 竟然有蜘蛛被称为昆虫界最伟大母亲 画面中的小蜘蛛在妈妈身上爬来爬去 但这不是温馨的亲子互动 而是小蜘蛛正在蚕食自己的母亲 调温虫猪从欧洲到西亚都能看见他们踪迹 但母蜘蛛一生只生产一次 而一次只产两百个卵不算多 为了让孩子个个都能活下来 头好重壮 妈妈产卵后就会自行分解体内器官 让孩子吃掉自己快快长大 母性光辉在条文穹猪身上一览无遗 其实在昆虫界要求子嗣绵延 不少品种的春相 绝搜 蝎子 妈妈生产后精疲力尽 死后的身体就是孩子最好补品 生态界的生存法则 昆虫极端的抚育方式 把母爱发挥的淋漓尽致 只为串宗接代 记者顺水灵一新台湾道 色彩鲜艳的郁金香 可能会造成人类掉法危机吗 大陆上海传出有一名女子 买了郁金香摆在家里欣赏 没多久却出现了掉法症状 她怀疑是不是花里面含有毒茧 散发在空气当中 她长期吸入才会引发 中毒落法的现象 不过对此台大园艺系教授反驳 就算郁金香在书中 被记载为有毒植物 但是必须皮肤接触或是务实 才会对身体造成不良的反应 光是用纹的应该不会掉头发 修剪之夜挑选搭配 有花中皇后之称的郁金香 带点淡淡香气 让人忍不住把她买回家欣赏 但在大陆上海外传有名女子 因为在家吸入了郁金香释放出来的毒茧 结果让她眉毛脱落 头发也跟着掉 目前没有 而且像我们接触花卉那么久 我们也比较少掉头发 罕见案例国内花卉业者没听过 求证专家翻书找答案 就在有毒植物项目上发现 郁金香榜上有名 不否认郁金香有些许毒性 但强调是要皮肤接触 不是吸入引发掉法 类似会落法的毒物反应 还有接触寒羞草之意 另外其他有毒花卉 像是水仙会导致呕吐腹泻 夹竹桃会让皮肤痒或心脏麻痹 但都要把花吃下肚 才会对人产生威胁 温了太多花香 而中毒掉发的案例 国内学者专家没听过 但还是提醒大家 赏花用眼睛看就好 不要动手摸 就怕花对人体的健康有威胁性 天气热的时候 有人利用液态蛋来降温 制成冰沙 甚至为了增加食物的冰凉口感 把液态蛋加进葡萄蛋糕里头 但是要提醒您 如果使用不当 会有潜在的危机 因为液态蛋零下195.8度 遇上废水 温差摄氏将近300度 就可能会产生气爆 我们实际来做测试 发现液态蛋喷发的瞬间 一个不小心就会引发爆炸 在墨西哥就曾经有一场泳池派对 倒下了树桶液态蛋到池内 想制造烟雾弥漫的效果 结果最后却酿成了 一死六伤的惨剧 透过镜头带领一窥液态蛋的威力 二三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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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铺人巨响连天花板都震了一下 当液态蛋遇上废水 引发大爆炸 冲薄薄的气球 直接被液态蛋给打趴 40秒内扁到成了气球柄 还有危险性 短短几秒就爆裂 因为膨胀不均匀 专家倒在手上有特殊方法 一般人用手摸可能会马上冻伤 液态蛋涉事负195.8度 遇上废水温差将近300度 可能产生气爆 但正确使用 液态蛋可能成为葡萄好朋友 葡萄冷炒变脆了 外皮急冻还咬到一圈冰霜 所以里面的果肉 还是Q弹多汁 一口大小的蛋糕 加了液态蛋 还能边吃边吹气 巧克力牛奶则急冻变冰沙 看准能够降温 又有烟雾效果 墨西哥曾经有泳池趴 倒入整桶液态蛋 气氛满分 却造成一死六伤惨剧 当你一起往里面倒的时候 它氮气没有办法散出来 所以等于你的周围 都围绕着氮气 而不是氧气 所以它死掉的原因 是因为缺氧 液态蛋非常的危险 万万不能轻呼 提醒民众别随意使用 记者下来林秉舟台北采访不到 盐是料理必备的调味品 但是如果把加热融化的盐 倒入冷水当中 也可能产生像炸弹般的破坏力 网路上有人把盐 加热到了801度 进入融融状态的液态盐 再倒进水族箱中 结果水缸瞬间炸裂 原来这是因为盐 超过水的费点太多 两者一接触产生水蒸气 但是水缸内空间不足 同样高温也高压的水蒸气 在膨胀之下无处可去 水缸就会爆裂 带着护目镜离得老远 把加热后的盐倒进冷水里 突然爆炸破坏力惊人 慢动作看一次 除了已经被烧融的盐 接触水面那一刻出现些许水蒸气 已经沉入水中的盐 却突然呈现同心圆的形状 往四面炸裂 接着水缸爆破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原来这是一种物理反应 盐的溶点在801度C 成为液态之后 接触到沸点只有100度的水 表面瞬间产生水蒸气来隔绝热 直至水箱里空间不足 不断产生的水蒸气 无处可去 高温高压下 推及水珠往外膨胀 炸破水缸 那个盐的融融状态 应该要超过800度C以上 我们在家里面 在烹调食物的时候 应该不会有这么高的温度 像在家中偶尔炉子烧得过热 低下水珠不会在第一时间蒸发 而是四处弹跳也是相同原理 只不过像8号台中中龙钢铁厂 也是因为高温炉渣碰到地面积水 瞬间产生水蒸气 导致气体膨胀引爆 用水降低高温 引发物体反应 小心爆炸威力相当惊人 无论是水龙头还是铁制门把 用久了总是会生锈 想到要去除铁锈 也是让人伤痛脑筋 而现在有一个秘密武器 用铝箔纸就能够去除铁锈 化学老师解释 只要把铝箔纸揉成一团 让铝箔纸出现了冷线和冷角之后 就会像菜瓜布一样 这个时候只要稍微粘湿 在刮除的过程当中 就能让铁锈和脏污溶于水 达到情节效果 拿起铁刷拼命刷 刷到都冒清金了 铁锈还是不为所动 嘿嘿 看我的秘密武器登场 看我怎么变魔术 首先把铝箔纸稍微粘湿 拿到生锈的铁制门把旁 做实验 有没有看到铁锈和脏污慢慢的被刮了下来 原本的门把布满铁锈又旧又脏 用铝箔纸刮除之后 铁锈和脏污全都不见了 刷的过程当中 因为它有一个刮屑的作用 那当然沾水就可以一起把那个脏污啊等等的 就会顺便做一个清除的这个这个效果 原来将铝箔纸揉成一团之后 就会出现棱线和棱角 这时候铝箔纸就像是菜刮布 轻轻一刮就能达到刮屑作用 进而去秀 你不能不知道的是 铝箔纸还有这项功能 我们也一样可以运用铝箔纸 上面的棱线棱角这样子刮屑的作用呢 一样做个摩擦 那一样可以达到小皮的作用 铝箔纸妙用多多 这招铝箔纸去秀法清洁不费力 想当去秀达人不妨试试 记者游艳慈业凡台北报道 接下来要告诉大家一个旧级的小妙招 如果您手边没有三号电池 只有小一点的四号电池 照样可以使用 只要用能导电的锡箔纸替电池增高 就可以让电器顺利运作 没有锡箔纸也没有关系 利用铜板铅笔笔芯 也有同样的功能 原理是铝箔纸跟铜币会产生正负电荷 再倒入醋当作电解液 增加两者电位差产生电压 就可以让灯泡亮起来 装电池找不到三号 有四号电池竟然OK 只需要这薄薄一片 一张锡箔纸就能搞定 卷一卷 折一折 就算四号小电池size不合 塞一张锡箔纸补起缺口 麦克风立刻通电能使用 超级神奇 长度不足的时候 我们可以加上了铝箔纸 铜箔纸 或是加上铅笔新重 可以导电的物质 让它导电它就可以变长 代替三号电池使用 起缚纸导电能让电流顺利通过 不只是它换上铅笔的笔新 也能让灯泡亮起来 还有一块简易的钱币试一试 一样能成功 帮电池增高不稀奇 铝箔纸加上钱币 还能变身简易电池 钱币泡错在和铝箔纸 报纸交叉堆叠 连续六层果然成功通电 原理是铝箔纸和一块钱的铜币 会产生正负电荷 再倒入醋当作电解液 增加两者的电位差产生电压 就能让灯泡亮起来 铝箔纸和铜硬币 它本身的氧化还原电位不一样 所以今天加上了醋 让那个加在报纸里面 它变成一个电解值的东西 它就可以变成一个很简单的电池 铜铝电池充耐久 不但能让LED灯泡亮两三个小时 没有问题 甚至能帮手机充电 生活小科学就能变成救济妙招 既然是每个黄明台北采访的 网路上流传 笔盖上面的小洞 竟然可以救人一命 争取更多治疗时间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发现科学 写字会用到的原子笔 您有注意过 有一些款式的笔盖上面 会开一个小孔吗 网路上流传 这样的设计 在小朋友误吞笔盖的时候 如果真的不慎堵住了气管 笔盖上的小洞 预留了能够通气的空气通道 赢得更多治疗时间 但是对于这样的解释 急诊医师认为 通常吞食异物 有90%是阻塞食道 担心食道破损 反而是更重要的环节 呼吁民众 如果真的吞下异物 还是赶紧就医 以免发生危险 每天都会用到的原子笔 看起来在普通补过 不过你有注意到吗 有些笔盖上头 被开了这么一个小洞 有什么用途呢 没有特别想说 他是做什么用的 他会把那个空气挤出来 是不是 大家猜答案 更有网友认为 笔盖上这个小洞 能够救人一命 尤其是活泼好动的小朋友 要是不小心 把笔盖吞下后卡在气管 小洞可以当作空气通道 让人不至于第一时间窒息 争取治疗时间 不过对此 急诊医师却有不同看法 原来完全阻塞 它变成部分阻塞 但是阻塞 实际上对临床上 它还是一个非常严重的 一个状况 90以上的这些吞下来的东西 最后都会从肠胃道排除 大部分吞食异物 反而会因为异物伤到 食道导致败血症 甚至死亡 至于笔盖上 刘小洞 宣称可以让卡住气管 时空呼吸到一点空气 缺远没人能够证实 因此还是呼吁民众 要是真的吞下不该吞的东西 还是赶紧就医 以免发生危险 记者先安红旭中台北 采访到 如果没有剪刀 要怎么徒手撕开胶带呢 休息一下 马上 欢迎回来发现科学 使用胶带 如果是有别人没有剪刀 很多人用满脸硬扯 反而撕不开 要如何撕开呢 来教您一招 徒手撕胶带法 首先拉开胶带 将胶带跟胶卷 折成直角三角形 然后再把胶卷往下压 这个时候轻轻一拉 就可以撕开胶带了 物理老师解释 当胶带反折的时候 要撕开的范围 会从整卷胶带 变成对折处 随着范围缩小 湿力也跟着变小 这个时候就能轻轻松松的 用手撕开胶带 拉开透明胶带 如果没剪刀 用蛮力扯开胶带 往往发生悲剧 用蛮力扯开胶带 扭曲又变形 现在有个小配包 其实徒手就可以撕开胶带 先把胶带拉开 将胶带跟胶卷 折成三角形 再将胶卷向下压 只要按住三角形的地方 就能轻松撕开胶带 如果说我们有把胶带 进行反折 然后再去把它给撕破的话 基本上我们所需要的 硬力会比较小一点点 但是如果说 我们没有去做 这个反折动作的话 那你的手的拉力 会必须去反抗 这整卷胶带 它所提供的 出来一个张力 所以它难度 会比较提高一点点 原来当你反折胶带 要撕开的时候 势力的地方 只有胶带和胶卷的连接处 但是如果没有反折胶带 势力点除了胶带 跟胶卷的连接处外 还多了整卷胶带的张力 会和手的拉力做对抗 就不容易撕开胶带 类似的原理 还可以运用到 其他生活小物上 物理老师建议 想要更轻松撕开胶带 别拉太长 势力点只要按住胶带 跟胶卷的连接处 掌握小PayPal 撕开胶带也可以很轻松 记者游燕子柯华明特别有报道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探索科学新知 体验生活科学 也请您继续锁定 发现科学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